他做法事是为了讨好大家 那他训话的时候 总不能给大家架着机枪吧 所以 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什么机会啊 杀孙炳一的机会 你说什么 杀孙炳一 玉美啊 这白雪镇可是驻扎了孙炳一 一个团的兵力 就凭咱们几个人 这没有一枪一探的 怎么杀孙炳一啊 那又怎么了 孙炳一实在是个火害 孙炳一在咱们白雪镇待一天 咱们白雪镇的老百姓 就没有太平日子过 而且以后咱们重建兵工厂 包括很多事情都会有困难的 那山上的红军 不是天天琢磨着要杀孙炳一吗 只不过红军觉得 他们的力量和孙炳一比起来 那是鸡蛋碰石头 而且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 可是大叔 咱们就不一样了 咱们是没有一枪一弹的老百姓 孙炳一他们这些白狗子 对咱们不会戒备森严的 不行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能散着行动 尤其老马不在 你不能互来 大叔 马掌柜人是说过 不要擅自行动 可是等他回来 这个好机会就没了 雨薇啊 我看着你长大 我了解你那脾气习性 你说的话有道理 可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雨薇 雨薇 我觉得这个事可危险了 你好好想一想 这么大一个事 咱也没人带领着 这马掌柜也不在 你说就凭你一个人 那哪行呢 真的 你快好好想想吧 这你还不知道吗 这你还不知道吗 要是等马掌柜回来 这机会就错过去了 知道吗 你没听耳辉说嘛 那个孙炳一 就是咱们开展革命工作的绊脚石 可是就凭你一个人 你咋能把那么大一个绊脚石搬开吗 雨薇 我觉得你不管怎么说 也应该和山上同志们商量商量 你别走了 修盈 这回我绝对不是鲁莽草率 山上的兵工厂被破坏了 山上就剩下几个红军了 他们有多重要你比我清楚 我不想连累他们 孙炳一一定要杀 但是我一个人去干这个事就行了 不过得你帮我 我肯定帮你 再说有你在 我啥也不怕 可你万一要出点啥事 那小妞可咋办呢 放心 我死不了 主意 我早就想好了 你都想了主意了 你这个傻大胆 你说你 这样子 空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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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侍卓 这么晚了 是家里的什么人失了魂 让本道去拘魂吗 没有 没有 没 是 有还是没有 有 我 我 我丢魂了 我看女侍主神清气爽 不像是失了魂哪 我糊涂着呢 你看 我白天 呃 吃饭的时候 拿茶碗 去鸡窝的时候 呃 去 倒牛圈 好 那我就给你拘魂 哦 女侍主请坐 吟 荡荡游魂 何处留存 荒郊野外 庙与山林 山神武道 何路神仙 当庄土地送于家门 家宅造军送于本身 施魂人 施主尊姓大名啊 李玉梅 施魂人李玉梅 清晨起来斗精神 武奉太上老君积极如律令 好了 起来吧 这就完了 完了 这 这居魂就这么简单 诉求不同 做的法当然不一样 那个弹弹罐罐也是做法式用的吗 是 不过不同的法式 罐子里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那到时候放哪儿啊 祭台上 就是这张桌子吗 对啊 公道士 那明天你做法的时候 那个孙炳一 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这么坐着呀 施主 我自认为可以揣测别人的内心 可是你今天的这些问题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问什么 我什么也不干 什么也不想问了 道长 我也该走了 大叔 丁美啊 来了 来啦 哦 薛云刚出去 我不找他 找你 臭 啥事吗 大叔 我想了想 你说的对 马掌柜的现在不在 咱们做事情还是要小心 你啊 想通了 这就对了 你那就是脾气暴 这万一出什么事 老马又不在 家里个主事的都没有 你就为这事找我 大叔 我想跟你学打猎 你学打猎 你看 这口粮也不够吃 家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小妞现在长身体呢 我想 我要跟你学个打猎的话 那我没事了 还可以上餐 打个兔子什么的 炸个脊子 给小妞补补身子 她长得壮壮的 她爸回来不是也高兴吗 这打猎啊 你就甭学了 我每次打猎回来 给你们送一点过去 不就结了吗 大叔 这几年 你可没少给我们送吃的 那从山上打下的猎物 那每次第一口肉 不都是小妞吃吗 我这心里也过不去 这打猎呢 好赖也算个本领 我有了这个本领 自己以后也好过日子嘛 好 好 那 大叔啊 就叫你打火葱 大叔 这打枪 打火葱子 小妞她爸以前都教过我 我好赖呢 多会点 我是想跟您学呀 怎么装那个土炸弹 炸弹 我炸鱼呀 大叔你想想 这打火葱子 打猎 这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 那炸鱼就不一样了 那炸药往水里放 哐 你堆鱼就上来了 这你一炸一响 把白狗子都招来了 咱老百姓又得遭殃了 大叔 我从那个河边过 那池塘里的鱼都快翻糖了 就没有人去打 那咱们就看着那鱼在那油啊油 咱自己饿死 大叔 求你了 你就教教我吧 那好 我教你 雨妹啊 啊 这点炸鱼啊 有炸鱼的装法 炸鱼应该放多少啊 炸鱼这点差不多了 那我要是想 再炸大一点了 炸兔子 再大的 狼 鸡子 再大的 这这难不成你 还炸老虎不成 可咱这山上也没老虎呀 大叔 我就是想多炸点鱼 该怎么装啊 炸鱼啊 这叫装好以后呢 你要如果想多炸一遍 就放一点铁柱 铁钉 碎碗茶都可以 煎的都可以 炸鱼咋子 秀莹来啦 啥事啊 我爹让我来买一斤钉子 啊 好 买钉子干啥呀 我家门板坏了啦 是吗 嗯 再来点儿 不是门板掉了吗 嗯 对 门板坏得可厉害了 我爹说那个 怕晚上有狼进来 哎呦 你说你这爹呀 也是一个店人了 这还怕狼 狼来了呀 给他一枪不就完了 哎呀 哎呀 姑娘嫂子 再来点儿吧 秀莹啊 嗯 你们家没什么事儿吧 哎 没事儿 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真的真的 什么事儿都没有 你就是再给我点儿 哎呀 好 我再给你拿 嗯 这够吗 嗯 够了 够了 来 来 来 那给你钱 哎呦 秀莹你给我钱干嘛 你给我拿着行 干嘛拿着去 不行不行 玉梅说了呗 你敢把我急的 吃着玉梅说去了 我爹说了 必须得给你钱 啊 哎 我走了 秀莹 秀莹 秀莹啊 这怎么个淘宝伙似的 这 行 行了 去 再拿几个碗 来 就就这些了 你就把这都砸了 就不过日子了 你把这都砸了 为了杀孙饼一 破几个碗算什么 来 妈妈你在做什么 小妞你怎么起来了 快去睡 快快回去 妈妈在干重要的事呢 妈妈 最后再重点 快进去 可以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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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火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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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别把你蹲转了 快点 你干什么这 快点快点 套着 套着 行不行啊 不知道 这烧到哪儿了 这才还不炸呢 着着呢 我看我看 别看了 再往下点吧咱 应该差不多了 倒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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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炸了 上风了 真的 这太好了 怎么了 我超过 怎么了 怎么了 天哪 这 这太猛了这个 玉玫 你看 这边坡上也都是 是啊 这 这太猛了这 药量太大了 就是 这钉子的威力也太大了 嗯 这搞不好 全阵子的人都能伤着 这底下站的都是老百姓 这太危险了 你说是不是 嗯 哦 对了 那台上还有那个道士呢 这要把他给炸了 这怕是不行 轩英 好了没 差不多了 快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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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次 这两个大头人咱放在距离 可以吧 嗯 应该可以 嗯 药量应该也差不多 就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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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这个没有吹大的 这个也没有 这个吹大的也没有 吹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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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个 ethn市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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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坛子都是从 宫六甲的倒灌里运出来的 刚才快到的时候 我已经把香点上了 趁着老九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坛子已经换了 你们俩低估什么呢 没什么啊 爹 白水镇的乡亲们 白水镇近来不太平 有传言 说是洪匪的孽魂在作怪 闹得百姓是人心惶惶 不能安居乐业 我孙某人驻扎此地 自认就是此地的父母官 百姓忧患就是孙某之忧患 今天我请来法师公六甲 在此地做法师一场 为的就是消除洪匪涅魂 反百姓一片安心 大家呢可以往前靠一靠 这样和法师接近 可以广交法园消除孽障 来 往前走走 往前走走啊 好吧 开始吧 小长官 长官 你千万别相信这个孽头 他 长官 别 他根本就不懂法术 他是个骗子啊 他说我让孽魂给孵了神了 每天让我抓狗抓猫的 往身上涂抹这狗尿三次啊 长官 你闻闻我身上的骚味儿 这臭的这十几年以外都能闻着了 这酒店的老板都不让我进门了 现在的人见了我就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 我我我我赖骨子长到这么大 我就没受过这么大的腿 你的臭道士 今儿个你又想来骗孙团队 不行 我今儿非得去团队教训教训你不可 哎 炸药 来人哪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是 别别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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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别走 团队 赖骨子还能在神神吗 不 沈他有个屁用 沈他有个屁用啊 啊 传我的命令 全阵戒严 给我严查共挡 是 还有 把那个牛逼的老道 给我放了 那那个老贾瑜 要是红匪内应怎么办 他是红匪内应 他要是红匪内应 就不会搭上自己的命 今天早上要不是他 我早就加喝吸油了 长得滚得远远的 从此以后 不许随意进出池塘 是 放了放了 那条狗将来对咱们有用 是 段副官是来放我出去的吧 你又算到了 现在你们孙团座惊魂未定 怕是要点一柱高香 感谢频道吧 团座说 这个地方禁止你自由出入 你们这种地方 请我也不想再来 不过我又算到了 你们今天把我放了 还要把我请回来 频道告辞了 什么 不能进出池塘 不行 你得跟我去 姨妈 您要真想去的话 我派人送您去就行了 我就不去了 你不去怎么行啊 你不去怎么显得你是真心实意的赔礼啊 我 不行 你得跟我去 走啊 好 好 姨妈 走走走 真是 法师 祠堂 您既然不愿意去 那您为我设法坛的任 就一道白水罐来吧 以后我每天都来 您就可以继续为我消除业障了 我姨妈跟你说话 你倒是吱声啊 你要是敬酒不吃吃辣酒的话 惹急了我就再把你关进去 听见了没有 你别胡来 你怎么了姨妈 你这样还有赔礼的样子吗 她那有什么态度 你给我出去 我不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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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啊 您别生气 回去我好好地训她 你看 您为我设谈那事 老太太 我为了帮你 才进的祠堂 可是他们三番五次地刁难频道 昨天 频道又是为了帮你 差点没要了我的性命 频道现在体内真气已经大乱 必须梳理调养真气 才能为您设谈宵夜 是啊 是啊 现实是需要梳理和调养了 现实您需要什么 尽管跟我说 妈 你小子给我听着 按着纸上的都给我准备齐了 给法师送来 听见没有 肥鸡实质 肥鸭实质 精明五十站 相逐三百 捆民 阿姨妈 嗯 她怎么要这么多东西啊 她怎么不开个饭馆 我再给她配五十个美女什么 哎呀 你不许在这儿胡说呀 哎呀 别别别 原谅她 原谅她 我跟你说啊 这是法师啊 回魂调剂用的 做法机器 你说的也对 她孤零零的 是得需要个人 美女那就算了 啊 哎 把你两个清雾兵啊 给派过来 给她烧个饭呢 端个茶水什么的啊 哎呀 妈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是军队啊 我们又不是他们成功 我不管你派谁来 你当兵的派不过来 那你就去雇两个人来 啊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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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扣脚 扣扣扣 走 回来 走 把那沾桃底下翻一翻 是 老马 段他不 你这是 我这是上城里送汤货 带了好多好烟好酒 要是不前进 咱俩正好是带着呢 这点烟 您先收拾 改日到府上小桌几杯 那一定要 你眼瞎了是不是 老马东西也敢翻啊 该查还得查呀 不能破坏您的规矩啊 咱这阵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以前查的没这么严 我还真不瞒您说 这两天真出大事了 哦 我们团座 差点儿 就让烘焙的余念给炸死了 啊 真是 好 那好好 不聊了 我先走 您忙您的 再见啊 走 走 到处来查 玉门 你要炸死孙炳一 是啊 马掌柜的 我这次行动 要不是突然那个赖姑子出现的话 孙炳一的身上早是一万个窟窿去见阎王了 你忘了我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 行事严峻 不能擅自行动 一切等你回来 这我刚走几天 你就破坏了组织距离你知道吗 如果这件事被孙炳一查出来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不光破坏了我们联络站 更重要的是 把重建兵工厂的计划也给破坏了 上级重建兵工厂 对 我这次呢 不光把老罗牺牲的消息 回报了上级领导 也把兵工厂被毁的消息跟上级说了 上级非常着急 马上组织开会 要我们重建兵工厂 另外呢 还对我说 我们的工作 一直进行得很好 表扬我们 说我们这一代呢 群众基础好 另外 让我们联络群众 配合部队的工作 把斗争进行到底 太好了 雨梅 你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说清楚吗 安葬老罗遗体的事 你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这一次 你冲动的老毛病又犯了 马掌柜 你以为炸死一个孙炳一 我们的革命就取得胜利了吗 死了一个孙炳一 就会出现第二个 第三个 这样对我们以后的工作 就更加艰难 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我们革命的目的 不是要杀死一个孙炳一 我们是要推翻整个反动阶级 虽然你不是共产党员 但是每次党小组的活动 你都参加 你一定要记住 革命工作要以大局为重 谁啊 马掌柜 马掌柜 别慌啊 这样 你把大家的行李啊 我来对付他 马掌柜 没事 小心 找马 别慌 马掌柜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 哪位啊 赶紧请进请进请进 你不是说你这儿有酒吗 是是是是是 您先请坐啊 收拾 好 我去先给您请茶啊 您先坐 没打扰你吧 没有 您看您来了 这不是给韩社鹏一生辉吗 这不是给韩社鹏一生辉吗 您看您来了 再说了 像您这种愧客 我是请你也请不来啊 哈哈 哎呀 这些日子想喝酒 连个合适的人都没有 这下午碰到你了 要我说 杀不了孙秉毅 杀个断天路也行 玉妹啊 刚才乱梦的话你都忘了 这断天路是送上门的 哎 此时老马 比任何人都想上门的 别说别说 别说别说 别说 你们家有客人 没有啊 是我老婆睡了 您别动 我现在就给她叫醒 给咱们热酒 您坐 慧云啊 慧云 慧云啊 来了 来了 谁来了 谁来了 哎呦 段长官来了 啊 段长官 您怎么来了 我惜客惜客啊 这样 哎你呀 赶紧热一下那老酒 另外炒几个好菜啊 把那个好的老酒给您拿着 段长官您坐着啊 我去给您弄酒去 哎呀 酒一会儿就来 好 我跟您说啊以后再来 不许再自个儿带东西了 哎 这是什么都有 哎呀 哎呦 我闭了眼睛我都能回 那那那行啊 刚才你不说有刺客吗 我还在这儿送你 啊 在哪呢 刺客在哪呢 是是是 你把他叫出来 我告诉你 我 我一枪我就把他给 废了 哎呦别我 别在我眼睛能这 我可怕这东西 啊 那好 那您您慢走 啊 没事呢 尝过来喝 嘿 慢走啊 改天见 哎 哎呀 老板 老板 快 出来了 哎呀 这段天用的屁股可真沉 待这么长时间 哎呀 早了已经 马上轨 刚才 你跟段天璐 在那儿喝酒 那么沉着冷静 我突然才明白 你跟我说过的话 什么话 干革命工作 要以大局为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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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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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kalo 老板 我要二尺红布 一只卢花鸡 魏政委 马马同志 桂云 桂云 你这样 你在这守着 任何人不许让他上楼 好 魏政委 来 最近查得这么紧 你是怎么进来的 是这样的 千庄的刘家有人病重 总是让安排我以看病郎中的身份进来的 还好 没什么威胁 太好了 来 先喝点水 好 那上级有什么安排 这次我来是跟你规刮一下下一步的工作 好 现在数据的斗争非常严峻 不光是你们这 周边的县城都被国民党占领了 我们的战事在前方损失很大 是啊 这些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党中央非常重视兵工厂的建设和发展 没有它 我们的红军就寸步难行 特别是你们这 是我们红军五个兵工厂最大的一个 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好 群山交错 地形复杂 适合流动和营仓 非常感谢老罗为我们找了这样一块宝地 老马 虽然国民党占领了我们的县城和一些村子 但是他们占领的只是几条县 而我们掌握的却是一个面 所以军委决定让东西玉冲的两个小兵工厂合并到我们这 让我们重新选一个地址建立一个兵工厂 不仅马上建 而且建一个更大更好的兵工厂 我前几天在省上开会我就跟他们说 这个地方群众基础好 适合从建兵工厂 对 老马 以后山上工作的开展需要你进一步的配合 这都是应该的 上次开会我没说 其实我对你们这儿的三星地貌非常熟悉 我在这儿打过游击 那看来你这次来就是为了重新选址 对 组织要希望你马上领我精神 和兵工厂的同志会合 好 我们要马上选定新的兵工厂长职 现在东西和玉冲的兵工厂同志 正在十几里以外的密邻里等着我们的消息 那你这样先休息一下 等天一黑我们就走 不行 这我不能久留 我还是回到前庄的刘家 这样吧 午夜的时候我们正晚会合 好 老马 你来了 阿葵 老马来了 马掌柜 老马 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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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们借了一下 这是魏政维 新来的兵工厂长长 魏政维 你好 众众们辛苦了 魏政维 你好 你好 魏政维 可把你派来了 好 我们进屋吧 进去吧 里面上 走走走走 魏政维 走 魏政维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找到光芒 谁在唱 歌声悠扬 夜半三更盘 天亮 抬头望 满天星光 潮在前行的路上 潮在前行的路上 看着陪着扶来的风芒 采着扶来的风芒 我的痛 我的伤 我的伤 我的透露和胸膛 黎明前 燃烧希望 那是火焰 火焰的俗香 弱的水 像花儿一样 为了自由而开放